接下來的計算題 基本上還是H等於2ms2t 但是我們剛才做的都是水 選擇筆熱是1 有備貨了 直接帶就好了 現在就不是了 現在必須是你告訴我筆熱有多少 或者我去求他的筆熱有多少 所以功課的鋁上升一度C需要0.2卡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這就告訴你他筆熱多少 0.2 一公克的物質上升一度C 所需要吸收的熱量 就是他的筆熱 那請問你10卡可以上升幾度 公式還是長得一樣 H等於2ms2t 但是現在不是算水是算某物質 所以呢 題目的意思就告訴我筆熱是0.2 一公克的鋁上升一度需要0.2卡 就表示鋁的筆熱0.2 然後代公式 H可以2ms2t 10卡 質量 一公克 底熱0.2 2t不知道 所以算出來 50度 所以溫度變化50度 就是立體式 OK 同理 這個呢 告訴你筆的筆熱長這樣 初溫25 質量30個 9卡 請問你末溫多少 跟剛才做過的題目類似 公式 公式長的一樣 H等於2ms2t 但是位置數放的不一樣 可以放在熱量 可以放在筆熱 可以放在質量 可以放在末溫 然後來叫你求 好 然後就這樣 公式基本上長的是一樣的 請問你千塊的末溫有多少 來 銀車 戰界問 應該是帥哥男的對不對 帥哥男 22 蛤 35 35 來 我們講過了 公式基本上一樣 H等於2ms2t 末溫是t 然後這裡是吸熱 所以末溫比較高 所以呢 帶進去 酒卡 只要30 筆熱0.03 高溫減低溫 T減25 OK 算 35度 OK 那就解決 公式長一樣 剛剛講過了 一樣的公式 只是剛才我們做的時候 是水 筆熱已經吃到1 現在呢 必須你告訴我 必須你告訴我 或者是我去求 像這個 我要去求 40公克 20到50 吸熱108卡 求 比熱有多少 公式長得完全一樣 只是位置數的位置不一樣 但是呢 劣勢的算法 想法是一樣的 請問你 比熱有多少 比熱有多少 好 這樣的比熱會有多大 公式是一樣的 H等於2ms ΔT 這個是一樣的 請問 這樣子是 多少 多少呢 小愛小女生 14 你說什麼 0.9 請坐 錯 你是計算錯 你是計算錯 所以答案 0.09 所以答案 0.09 好 這就是一樣 我們帶 H等於2ms ΔT 去算 前面的題目 是水 比熱已經知道 後面題目 是給別的物質 但是我們的想法 是相同的 帶的公式 是一樣的 H等於2ms ΔT 直接用 來做計算 就是我們 在這些給各位做 做的練習 OK